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话一出女嘉宾的表情不要太精彩 但是陈妍希不愧高情商 温和的女孩 淡淡的就否定了 原因是在就此结束了 没想到看着了不先世代的奖心 又非常惊讶地追问一句 不是吗 这样的一句话一说 就让大多数人感觉都尴尬了 本来是问是不是孟子成婚 这样的表示实在是让人无力不少 想必陈妍希听到奖心这样的一句问话的时候 也只能在内心很白眼了 但是陈妍希依旧没有生气 微笑然是节目后续进行的成绩 她情欢和怀悦其实是一句更补的 大家讲述的本质也不准这一次了 之前拍张环的时候就每次对着孙女 不明的见人就比较适 二种见人的生气 一起去快本宣传的时候 入戏也是超级快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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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